华元经 华元经是脾汇 大是心脾 光是心相 方是心相 光是心肉 大方光就是自脾相肉 佛的自脾相肉 我来说佛 怎么能表现佛 大方光 佛的脾相肉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 跟华元经的意义 是一样一样同等的 什么是真 心的本相 这每人都有 都具足的 入不上 见不到 还不理解 自心不孕的自心 迷了 怎么能理解呢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 我在大陆 尝试跟他们讲 中国人民人行 是中国人 这个人行就是你的 哪个中国人到人行 拿到一元钱 拿得到我 拿不到 但人行是你的 只是有你一份 你想有肉 没有 体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人行 中国人民人行 是中国人民的 那人民就是主任 开人行的 你到人行只一块钱 也不行啊 咱们这个体 咱们具足的 跟祝福菩萨一样的 咱们迷了 没有权 咱们自己死掉了 你怎么样要得显现 把你全的显现 心的本体 是如如的 不易的 前的如是这个法 这一法是不动的 如如不动的 永远不变 永远不易的 清净圆满 没有杖 也没有难 微密难见 那见到不就成了吗 就是见不到 一点作用没有 说祝一切众生与佛 无二无别 咱们跟中风没有差别 那祝福的妙容 我一个也没有 能有吗 没有 在祝福无战无奈 微密难见 一切纵事 一切处 常识的 不变 不坏 他能生长一切法 一切法为其所生 这就是绝了 一个绝意 含着两种 一个绝 一个不绝 都是绝 一个绝意 但是他有个绝 一个不绝 绝者 祝福菩萨 不绝 凡夫众生 六道众生 同时一个绝 有绝了 有不绝了 这个说事 属于真者 是说的绝意 绝物呢 就是祝福 所以 心佛与众生 是三无差别 这是 谜和悟 悟了呢 跟祝福平等平等 谜了呢 就是众生 这是真 真是不错 无望 所言望者 为其分别觉知 圆律 异想 等事 随福相训 能生一些 种种境界 而内虚伪 无有真事 不可见过 一个前头讲的 那一段 是绝 这一段呢 可是不绝了 这个不绝的次第很多 不是像这个 两句话就不得说了 在马明菩萨造的大乘情论 一念不绝 生三细 就是三细像 烦恼了 烦恼了 就从无明生出来 一念不绝 就指着无明说的 三细像 就是夜像 转向 现象 但是我们就凡夫要断这个三项的时候 到八地菩萨 断现象 九地菩萨断转向 十地菩萨断夜项 但你这些又经无量劫了 这个地方显得 总说了 一个真 一个妄 当我们对一切 一起心动念 一起分别 求知 这个问题你不明白 要想求知道 起心动念 这叫起妄 起妄想分别 觉知 原意 行觉悟 原念 思量 有这些个事了 相续不断 越想越出 越分别越出 乃至于起妍 一造业 业就把你系住了 散业把你散业系住 乐业把你乐业系住 反而是一起心动念 这叫起妍 这个业 就被你酸住了 你就跑不脱了 你要想断了 可难了 因为什么呢 它越远越出 它不停地造业 等你造业了 你想再恢复 非常难 造业 荣业 但你要忏悔 消灭这个业上 那你付出 可就十倍 也许百倍 千倍 现在我们要帮我洗干净 恢复本来的原有情境 因为你多生累积来啊 积累的业习啊 业障啊 障就障你见那个真如本性的 你要把它刷写干净 你照不是一天一年两年 无量节 那你洗刷的容易 得看你的力量 就像禅宗的顿潮之入 立正菩提 那不是正菩提 那立正菩提 说他把烦恼断了 见到 正德还要修 还得慢慢的磨练 上当门做一件错事 那得忘心蒙力 马上就做了 赶紧起善心 要想把这个所做的错事 究竟转来 那你可付出代价就多了 这跟咱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当我们起心动念造业的时候 越变越出 越变越出 乃泽崇姆的 明白了 学佛 开始 开始 说我们一般的佛弟子 你得先 故意佛 好 好